好,眼睛,我画了,他们抵,抵,抵,抵 用这个湿啊,你把它吸掉一点 吸掉一点,它就,用出效果,你看,这个,这样用饼,稍微扁一扁,扁一点,如果扁饼,你再这样的,试一下,好,画眼睛 好,就这样出来的,你看,这个用指标颜色化的,这个全部是用纯墨化的,效果又不一样 对比一下,一个颜色化,一个纯水墨的话,对比一下,它是,也是这样,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,一个模糊,颜色都不一样的效果,方法是一样的,眼睛怎么点,鱼的树怎么挂 假如,这个,那个,那个,气口原色,微酸了,成功又干了,效果就更好干了,更好干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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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效果,杨瓦西,这个,虫水墨的鱼颜色,它这个颜色分不一样 嗯 它是鱼化了以后呢 鱼化了以后呢,鱼化了以后,鱼化有一个水草 还要水草,水草,水草怎么挂 水里面水草很多,什么,什么,什么的水草都有,对吧 那你挂,做的怎么挂 这个,一方,臭臭鱼,水草来说,简单一点 啊,简单一点,说,臭臭鱼,这个鱼 然后,从中一想,从中一想,从中一想,它的运进去 两笔,是吧,两笔,一个背,是吧,然后吸掉一些水 吸掉一些水 然后,运笔 开始这样,扁着你,这样,发,有点尾巴 这样,发笔了 颠过来,逆缝,逆缝画 对啊,康老师这么画 对啊,逆缝 这样,一脱,这个鱼的背 鱼的尾巴 啊,这个尾巴 然后,这个鱼的尾巴画了 然后,背 啊 这个鱼的背了 好,一方鱼的肚子 白一点 那,吸掉一点水 好,吸掉一点水 啊,吸掉一点水 那,白一点 那,鱼刺 大概,鱼刺大概两三笔 嗯 这比,臭死原因小一点 好 鱼刺画了 然后,水缝太多 你吸干一点,吸掉一点水 好,都吸掉一点水 现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,我们把下 这个鱼刺 你看,鱼头也画了 鱼背也画了 鱼的肚子也画了 鱼的尾巴也画了 那,上面这个鱼的,背上那个鱼刺还没有画呢 那,那怎么画又画 啊 再浓一点 干一点 不要骗 你看 看到是这么画 好 吸掉接水 哇,吸掉接水 啊 啊 果子一定是水缝 水泥泥的 因为,必须是鱼啊 必须是鱼色水泥 有水泥的感觉 好 这画画以后 刚才画 同学们制的 会的 我画画是灰泥 画鱼泥 鱼泥 刚才已经画过指示了哈 画过指,同学们新生也有个体会了 是吧 关键 创作这么一价格 表示这么一样 整个鱼图开始画 啊 鱼的鱼泥 增尖 我再重复一遍 这 增尖片大一点 鱼的尾巴 让鱼泥稍微两微小一点 细 半干半湿的时候画 太湿了 或是效果 太干了 也没效果 你看 好了 鱼泥画了 几下 底下 底下稍微有一点点 酥酥的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一再拖 就行了 因为毕竟鱼的肚子在水里 这要画的太实实 线才不拉太实 鱼刺 用那个结构 简单的 不太复杂 好 怎么样 鱼刺画了 接下来呢 点眼睛 他们有指标 指标也是点 点眼睛 同学们 有没有不懂的 看不清的 郭老师 问我 目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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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已经小一点 能看得一点点 是吧 好 好 你看 眼睛也点了 你发现它 它底一点 也住 也变成沦目 好 这个眼睛 点了 这边都是原因 这边看得少一点 这边多一点 所以整个一条鱼 整个固子 整个固子 送狗 包围发生眼睛 就是 送鱼刺 整个固子 都是老师去示范给你看 画给你看 嗯 当然了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们青蛇类人 整个固子 办法 要经过你们自己的手 凳手 哪些地方 画得不对 不主张的地方 老师在 一逼一逼的讲 一逼的纠正过 方法 老师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刚才说 我再重复一点 不是一始乎必来 方法不是一始乎必来 这次嘛 你学生煎了 何老师 你看 比较完整 你看 一笔 两笔 好 把水吸掉 两笔是毒的 对吧 好 他们还要把尾巴 尾巴 这样 一笔 凸是原因 这样 两笔 啊 好 背化了以后 这么怕肚子了 好吧 肚子 加吸掉点水 鱼的肚子是白色的 好 鱼翅 接下来 鱼翅 货币 好 掌握这个规律 这个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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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地方是这样画 看好 同学们看好 有些地方是这样画 有些地方把他转过来 这样画 然后这样画 有些地方这样画 有些地方这样画 这很关键 同学们字 有些地方这样画 这样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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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笔 手里 它不是一层不变的 要转 哪是部位 转到哪里 哪是部位该转到哪里 每个部位的运笔 都很讲究 基本方法等了以后 那你画多少年以后 那你的方法 是你自己的试了 好吧 这一次嘛 现在 把老师这个方法记住以后 那你老师这一套 你摸手里经历出来 好 画以后 然后画那个 背的那个鱼翅 鱼翅呢 你吸掉点水 因为太湿啊 吸掉点水 要干一点 所以鱼翅 用笔 也是这样的 看老师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你画的时候 你看 颠过来 你看老师这样颠过来 颠过来 好 找到规例 不能不干 好 鱼翅画好以后画怎么呢 刚才说 画鱼鳞 画鱼鳞 鱼鳞 鱼鳞 鱼鳞小姐的笔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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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笔 中间的鱼鳞 两位偏大一点 两头 靠近鱼的头的地方 稍微小一点 细一点 鱼的尾巴 鱼鳞稍微细一点 用透色原因 好 鱼鳞画了 用这个一点点的线 濕濕的在底下 收一点 鱼翅的这个结构纹路 结构纹路线 好 鱼鳞的这个纹路细画好以后 接下来 当然说同学们 画什么 有没有忘了 没有 画什么 对 有没有忘了 对 对 对 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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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看了一件 好 有的眼睛 有的走吧 你画了 他们还给眼睛珠子 野珠 野珠用那个 深墨 很褐色的墨 耸耸的墨 因为那个墨不能 他们有精神 尽量用深墨的墨 画眼睛珠子 如果用墨大了 那个鱼它就没精神了 鱼在后面 假如你画三五条鱼在后面的眼睛 大眼那就大眼就没关系 所以是你画一条前面的鱼 眼睛要画伤 能辉辉一点 细了解谁 用这四 好 好 你看 整个鱼 整个一条鱼的这个 四望度上 这个画好 这个同学们也 也看着眼睛了 一个多小时 掌声在哪里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